- 出發的動作 - 出發的動作 - 出發的動作 - 少一個人請放直下 - 滴滴不可以 - 直接要做殲滅 - 滴滴打兩個 - 哇 這一波打的是異常的沉穩 - 拿下這個寶貴的一分 - 背地這個位置就非常的關鍵 - 他有機會聽到 - 喔 這個聽到聲音了 - 回頭有沒有機會 - 喔 打了一個 - 再打兩個 - 哇 這個戰略必然 - 三個 打了三個 - 直接清場了 - 這局長是有埋伏 - 左邊右邊左邊右邊鳥 - 這邊槍法真的是不差 - 對 這個回合柯志明是已經打了四個了 - 有沒有機會一打五 - 志明 志明站出來 - 跟志明遭遇了 志明一打五 - 哇 志明了 - 今天終於正名了 - 牛奶要去繞禮瓜了 - 禮瓜這邊其實有可能會附被受死 - 看到了 - 看到這個聲音馬上就被打飛 - 飛縮進去了 - 這個一定要縮啦 - 但是這個時候 - 好 - 哇 - 喔 - 這個好厲害 - 這個 這個 - 這個 這個 - 這個真的太神了 - 你可以看到 - 這個殘局一回三 - 這樣也行 - 這個一顆星飛鎚有點厲害 - 而且也是沾寶典上 - 哇 巨蟹被夾起啊 - 其實打四個 - 對 打四個 - 打四個 - 打四個 - 看一下巨蟹有沒有機會一打五 - 有機會喔 這個是有機會的 - 巨蟹來 - 就在旁邊等 - 巨蟹 - 一打五 一打五 - 歡迎來到我們的比賽現場 -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今天的地圖的選擇 - 今天的五張地圖的順序分別是 - 領館 月台 櫻花極地跟空軍極地 - 我們一樣的請賽評會不會就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- 今天這個選圖對主場首都隊來說選得如何 - 我認為他們選得是相當的不錯 - 因為五張地圖裡面有四張地圖是平牆地圖 - 那近期他們在團練的這個部分 - 這個槍法有回穩 - 所以說我認為他們有持續的這個 - 穩定這個發燙的手感 - 應該能夠順利在前面四張地圖就能夠拿下來 - 但是如果沒有 - 到最後一張地圖空軍基地 - 這個台北首都隊的這個敗率還蠻高的 - 是 - 所以說有進入到第四張第五張地圖 - 有可能就會直接落敗 - 對 因為其實展員預測的是 - 台中閃電量3比2打滿 - 就是最後一張圖閃電量獲勝 - 那的確在空軍這一張圖以過往的數據 - 甚至是把第一個賽季算...第一個賽季的數據拿進來看的話 - 首都隊在空軍的確是比較弱啦 - 但是因為首都隊又是先守方 - 所以又不好說 - 對 所以拉脫教練在選MENTO的策略還蠻聰明 - 就是先把空軍基地把他最後一張 - 我不跟你打 - 對 - 我們來看一下 - 哎唷 - 這是在這邊 - 甩...甩這個手筋 - 手筋 - 對 - 這個是我們的主場隊伍拉脫教練 - 這邊帶著五位選手 - 趕快去跟克拉脫拿槍槍啦 - 對...拿槍槍 - 對啊 - 快來找我拿槍槍 - 對啊 趕快去跟克拉脫拿槍槍啦 - 是 - 不過其實在這個哈哈活力戰呢 - 今天現場也來了不少的觀眾喔 - 這個是前...前女子隊選手 - 但是戴著閃電狼的帽子 - 也是相當有趣的一個現象 - 對 你看去現場還有這麼舒服的座椅可以來觀賽 - 對... 而且我發覺呢 - 這個哈哈活力戰那邊 - 就有新的裝潢嘛 - 特別把這個首都隊五位女選手都大型海報 - 是... 而且每一個看起來腿都超長的 - 對... - 腿看起來都破百公分 - 都超長 - 不過你選圖的部分我倒是很好奇說 - 台中閃電狼今天怎麼把沙漠陣地給BAN掉啦 - 這張圖不是應該說每一隊都很熟悉的啊 - 對...那是因為在上一週的比賽 - 他們對抗高雄海洋系的時候 - 他們打得非常的糟糕 - 一直屢屢遭受這個挫敗這樣子 - 是喔... - 而且他們是連續沙漠陣地輸了兩次了 - 是...在五月七號... - 對...在之前...對桃園也是贖掉的 - 對...不敢拿出來打了 - 是...我覺得阿瑞、張家華教練以前 - 打這個HIGH SPYDER - 沙漠也是打得蠻強的啊 - 大概是離我...離開我太久了 - 都忘記怎麼打了 - 又是離開你太久了 - 原來如此啦 - 好的,馬上為各位帶來今天的第一張地圖 - 靈管危機 - 請HOOPER教練幫我們解說一下 - 好的,靈管危機 - 這是一張爆破為主的任務 - 工方有極大的優勢 - 那同樣擁有兩個任務區 - 像地圖一分為二的話 - 右邊是花園A點任務區 - 那A任務區裡面有一台車子 - 這樣可以選擇安置在這個車附 - 或是車尾的一個部分 - 安裝在車附 -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位置 - 會背對這個酒窖是比較危險 - 第一任務區則是在地圖的右邊 - 這個是在二樓室內部分 - 那進攻方是可以先到達這個大廳啊 - 先進行平槍 - 好,就是我們看到這個位置 - 一開始擔任工方的是 - 台中閃電狼首方台北首都隊 - 這邊我們看一下工方閃電狼這裡 - 呃...偏慢 - 還看不太出來他要打哪個...哪一個點位喔 - 對,不敢衝進去 - 因為這個其實台北首都隊的大名牌 - 還是躺得相當的不錯 - 所以說他們是選擇一個慢攻的布局 - 不過看到領館危機喔 - 真的就想到昨天桃園噴射機的那個 - 算經典慘痛畫面了 - 不要放手啊 - 一放手就是永遠的遺憾 - 對,CRN - 對,不要放手太淡了 - 這邊守方前壓 - 對,這個守方前壓 - 哇... - 呃...裡瓜 - 這個... - 直接... - 主要是前面也拿到一點人數優勢 - 然後台北首都隊直接的下達了一個前壓的戰術 - 那還是漂亮的拿下分數喔 - 那再加上開場的讓分 - 這邊已經是3比0的領先了喔 - 對,這主要是大廳衝出去的龍尼 - 有擊殺掉這個狼隊的選手 - 這邊打B點快速進B - 這邊打B點快速進B - 我兩個人三個人 - 這三個人完全突刺了 - 哇...小三沒有辦法躺住 - 這個龍尼也掉了 - 這個龍尼也掉了 - 嗯...B點可能掉了喔 - 喔... - 李瓜要回防 - 不過小鳳這邊有回回來一個 - 把對方的主將SR給幹掉 - 哇... - 宁跟李瓜這邊打得還可以 - 但是... - 人數上面宁... - 哇...這個對槍 - 太可惜了 - 這主要是第一時間這個龍尼沒有辦法扛住啊 - 是 - 是 - 閃電郎這邊回了一分回來 - 目前雙方是3比1由台北首都在領先 - 反而是剛剛那個回合我覺得 - 台中閃電郎的Nail準星郭俊榮選手 - 其實表現不錯喔 - 因為剛剛看到 - 哇...他竟然在整個的積分排名 - 排名第26 - 上去他沒那麼的地底對不對 - 對...26這個排名是相對比較後面的 - 對啊... - 不過這一個回合他也打得不錯喔 - 哇...閃電郎這個連續兩個回合也打快 - 效果也不錯 - 再拿一分喔 - 對... - 這個回合是打了一個大屏以及B動物器的快速夾擊 - 但是台北首隊第一時間這個大屏沒有辦法扛住 - 整個被包死了 - 剛剛那個回合Nail也一打二了 - 筆點又來了 - 三個人完成圖示了 - 哇...這個連續好幾個回合都是這種快速筆點 - 哇...這個好兇猛啊 - 喔... - 先拉回去 - 先把後路堵死 - 鋼琴這個位置絕對不能... - 我不能掉喔 - 欸小丹這個打得還不錯 - 把黑人給打掉了 - 其實就是也呼應昨天護教練所講的 - 好用繼續用這個再去 - 對不對 - 連續用三回合 - 但是看起來好像沒那麼好用了 - 這邊有所提防了啦 - 就是教練的回應反應也要快 - 這樣子的話我想閃電腦可能要換招了啦 - 因為... - 就如剛剛展元提到的 - 那繼續用 - 用到... - 用兩次是剛剛好 - 你也不要用第三次 - 如果你用了第三次 - 如果你用了第三次是把對方當棒槌啊 - 反正我就繼續用了 - 變招了 - 偏A 偏A - 對 - 現在是偏一個A任務區的攻擊 - 所以會不會就是說 - 昨天草原噴射機裡面被人家贏 - 那種同樣招數 - 拿三分 - 再回合就放球 - 這邊前壓 - 但這次的前壓效果就沒那麼好 - 今天兩隊打的節奏都很快喔 - 目前比分是4比3 - 手足隊只剩下一分的領先了 - 就是不斷的找對手拼槍啊 - 他們兩隊的概念都是一樣的 - 又是快速夾擊 - 逼洞不去了 - 大廳衝出去 - 這槍法非常的精湛 - 利用了不是超人 - 容你把... - 大廳拿下來 - 小三這個逼洞不去扛得不錯 - 這時候是應該聽見了腳步聲了 - 所以說小三應該往後撤 - 先把鋼琴的位置先堵死 - 不用跑 - 這時候千萬不要心急 - 不要跑 - 如果發出聲音的話 - 可能會被... - 這個SR逮中 - 但是SR他們選擇撤退了 - 繞到戶外來了 - 轉A - 拚這邊過去A點 - 應該是在B任務區聽到很多 - 這個台北所隊隊員的聲音啦 - 所以會不敢包裝往前推進 - 那裝包呢 - 從左上角小地圖 - 這時候是姐姐妹妹一起往前追擊 - 包還沒裝 - 打得還可以喔 - 但是肉依去抓他了 - 還是沒有辦法 - 三娘叫嘴 - 好不好 - 這邊節奏非常的快 - 已經打了六個回合了 - 目前的比分是5比3 - 手都被領先 - 進入到上半場的最後第七回合 - 又是選擇一個偏慢的一個攻擊 - 手包是不是就要壓出去了 - 低一點 - 最好是不要 - 因為一場成功 - 一場失敗了以後 - 第二次失敗的時候 - 應該是有發現 - 狼隊的選手是埋伏在外圍 - 這邊狼隊好像要進A囉 - 應該是4個人坦一波攻進去 - 如果進A的話 - B點出來的這3個跟不跟得上 - 這時候李瓜在酒教精退 - 這一波的交鋒 - 是SR打掉了你 -SR是斷後負責在看後方 - 如果SR被吃掉的話 - 狼隊的選擇會被包圍在A任務區 - 這個SR打得不錯 - 對,SR目前也是整個 - 全隊排名最高的選手 - 排名第四名 - 第四名 - 哇,李瓜這邊要一回五耶 - 超多的 - 對啊 - 沒有辦法 - 完頭勝啊 - 閃電狼五位選手通通存活 - 在上個半場 - 七個回合當中 - 台州閃電狼拿四個 - 台北手足隊拿三個 - 再加上讓分的結果 - 下到台北手足隊目前是5比4 - 只剩下一分的領先 - 進入到下半場 - 攻守誤換 - 在攻守誤換的話 - 特別想到了 - 那小鳳在這個禮拜 - 還特別錄了影片 - 來教訓說 - 如何在大廳快速的來擊殺 - 看看小鳳今天 - 會不會發揮這樣子的實力 - 剛講話 - 剛好這樣子 - 剛好這樣子 - 他打飛了兩個 - 哇 - 我現在是打了一個 - 欸,弄過去了三二包夾 - 後面有能追擊 - 哇,所以小鳳不是只有 - 說出來以後 - 真的錄了影片 - 不是只有打退後 - 他真的就是 - 在大廳之下 - 哇,你這個被包夾這麼久 - 但最後還是被擊殺 - 哇,這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- 是他們三二包夾 - 第一時間小空間擊殺 - 兩名對手 - 然後要往前突進的時候 - 其實他們是一個一個去送頭 - 啊 -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- 雙方已經拉到平手了 - 五比五個堵手 - 閃電量剛剛是一小打多的殘局 - 回回來喔 - 最主要是KING的這個側門的跟蹤 - 打飛有兩個人 - 讓這個包衛網有辦法形成 - 剛剛等於是一個三打四打回來的 - 嗯,三回四 - 三回四 - 如果現在是台北手術隊 - 放了一個慢攻 - 然後弄你選手一個人 - 小鳳一個人去干擾這個B任務區 - 這個如果打一打就退回來 - 這有點假 - 呵呵 - 對,這個A點的防守幫 - 是不會理你的 - 呵呵 -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衝過去的話 - 對方也會 - 真的攻過來他就會怕 - 他可能會叫 - 他可能就會摳資源 - 嗯 - 哇,李翁這個位置 - 喔,李瓜呢 - 把李翁給打掉 - 剩下李瓜了 - 能夠回這個殘局嗎 - 我對方還有A star以及Helen - 兩個不好惹 - 喔,這個自己跳出來 - 喔,還好A star補掉 - 還好A star補掉 - 對啊,不然Helen剛剛自己跳出來 - 對,他一個跳出來的時候 - 是Helen有點跟不上 - 閃電量這邊拿到了超前分 - 6比5,1分領先 - 主場這裡是連掉3分 - 南北手術隊這邊要加油囉 - 進大進傳A - 欸,怎麼會拿彈被打掉 - 哇,李瓜這個失誤 - 嗯,有點可惜啊 - 喔,現在3個對3個 - 而且小3跟NEO的血量 - 是差不多少的 - 兩個 - 這樣血量3個加起來差不多 - 都是牙千玺 - 欸 - 這時候如果沒有 - 沒有要去安置定時炸彈的話 - 可以往這個鋼琴 - 往防守方的家裡 - 推進鋼琴位 - 然後去B洞屋去裝置定時炸彈是最好的選擇 - 小凤是 - 橘色的眼影嗎 - 呃 - 因為 - 因為他現在是螢幕的反光 - 所以看不出來 - 喔 - 螢幕有一個比較偏藍偏白的一個反光 - 欸 - 想說他是我 - 他橘色的眼影 - 哇,這個沒有集結火力 - 然後去轉進B洞屋去是一個一個奔頭走 - 然後被各個擊破 - 喔,真的是橘色的耶 - 對不對 - 欸,不過剛剛那不是三個對三個嗎 - 血量差不多嗎 - 結果最後打到完 - 閃電狼三個都還在 - 血量也沒少多少 - 因為他們沒有聽我的 - 沒有心電感應 - 應該是兩個一個 - 兩個人一起往前推進 - 然後讓另外一個獨留在A任務去斷後 - 哇 - 他們反而是一個一個去找對手拚槍 - 嗯 - 非常可惜的 - 有點衝動 - 這邊閃電狼直接潛壓下戰術了 - 哇 - 李瓜沒有扛住 - 好,這時候 - 台中閃電狼是心裡明白 - 全部台北守隊的隊員 - 全部在B洞物圈裡面 - 黑人自己也單槍P嘛 - 去找小三PK - 應該已經是橘墨點了 - 台中閃電狼有五個橘墨點的機會 - 喔,小崩這邊 - 已經可以成功了 - 這邊台北守住隊守住了這一分 - 目前的比分是7比6 - 守住隊如果再拿一分加上讓分的話 - 是會快速的追平喔 - 所以其實閃電狼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- 防守方的一號B洞去是推的非常的前面 - 而且是三個人的中綁 - 這邊還有台北守住隊有多加上兩分 - 所以其實 - 台中閃電狼這台就三個人 - 這個有三個人 - 哇,小崩 - 哇,兩個 - 喔唷 - 喔,這個厲害 - 小崩打三個 - 然後後來中尼有來幫補 - 小崩打了兩個,終於打了一個 - 是 - 哇,小崩又再來 - 一打三了 - 不貴是插上橘色眼影的女人 - 喔唷 - 大平囉 - 7比7 - 雙方的橘墨點 - 在後來守住隊這裡有穩住正角 - 在連掉四分之後呢 - 拿了兩分回來 - 全部的台北守住隊員都轉進到LM區 - 但是是有兩個人在防守 - 快速安置電時炸彈吧 - 哇,但是這個... - 這個A點還不算打下來,李翁 - 李翁掉了 - 李翁一根衝出來 - 哇 - 預備 - 這個閃電狼好像有... - 受害閃電狼太衝動了是不是 - 對,這個配合是有點失誤 - 應該是後面S打 - 要不然你用丟閃光或丟炸彈 - 但是這個閃光似乎是沒有閃到對手 - 閃電狼 - 閃電狼率先聽牌 - 但是被對方連拿三分的情況 - 現在眼睜睜的看著對手 - 把這個比分拿回去台北守住隊 - 這邊主場算是打得相當漂亮 - 八比七擊敗了台中閃電狼 - 拿下了今天的第一個大分喔 - 剛剛台北守住也是以八比七 - 險勝台中閃電狼 - 我們看一下剛剛的一個數據的表現喔 - 剛剛的單局戰績表 - 現在剛剛的單局戰績當中 - 我們可以看到 - 鎖住隊表現比較亮眼的是 - 小蹦的1.44 - 那然後呢有一次的三殺 - 而閃電狼這裡表現比較好的 - 是內有1.71的KD - 但是目前頂多只有三殺 - 兩隊的選手都沒有四殺五殺 - 或是殘局的一個表現 - 我們看一下系統所自動給定的MVP選手是誰 - 這邊系統所自動給定的是 - 馮依娃選手小蹦 - 狙擊手13殺 - 有一次的三殺表現喔 - 在剛剛的一個比賽當中 - 我覺得十位選手表現比較平均啦 - 所以沒有誰是超級亮眼 - 小蹦是相對比較好的 - 那緊接著要為各位帶來的是 - 死亡月台 - 我覺得那個阿蕊 - 蕊 張家華教練那個臉都綠了 - 對 他今天很穩住的感覺 - 是啊 - 非常的慢啊 - 率先先聽牌 - 對 - 我最後打了一個前驅 - 卻被小蹦破局了 - 對 - 已經聽牌 - 而且是聽有三個局末點 - 對 - 一個都沒有拿下來 - 對 - 其實這個也倒打 - 因為其實瑞教練他最後這個 - 最後一分的時候 - 6比7的時候 - 他有猜中台北首都隊的戰術 - 就是無奈這個前鋒 - SR帶領後面的隊友 - 但是沒有辦法發揮槍拔 -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- 其實最近閃電郎真的是 - 當然他中間有贏一場高雄 - 但是他最近真的是低潮 - 我看瑞泰個人的臉書有的時候 - 也是會發 - 就是會描述一下他自己的心情 - 當然看得出來他比較悶啦 - 當然閃電郎這個禮拜 - 整隊閃電郎的心情不會很好 - 因為他們在另外一個隔壁棚的比賽 - 是沒有進到冠亞軍 - 對 - 不過在雖然第一張領館危機 - 這個MVP是小蹦的表現很亮眼 - 但是這個小C楚玉寧選手 - 其實在等於是第13回合 - 這個局目點也表現很好 - 是 其實蠻關鍵的 - 那剛剛我們有討論到 - 我認為台美跟台中兩隊在剛剛領館 - 打得都有點偏快 - 我覺得其實待會死亡月台節奏 - 這張圖的關係的特性應該也會放緩 - 那兩隊不要太衝 - 我們來為各位帶來第二張地圖 - 死亡月台也要請護盆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- 是的 死亡月台 - 這是一張爆破的任務 - 整張地圖的兩個任務區 - A點任務區是在三岔口的這個便便箱上面 - 然後 B任務區是坐落在二樓的這個房間裡面 - 這次是二樓 - 二樓比較難攻 - 那當然進攻方 - 對於進攻方來講有六成的優勢 - 因為他可以選擇很多的這個包夾的戰術 - 包含包夾B任務區 - 包夾二樓 - 包夾三岔口 - 然後在二樓的部分還可以 - 打一個人海的戰術 - 所以說我認為防守方應該可以 - 多做一些陣型的變換 - 搬回這個劣勢 - 這邊比賽開始 - 比賽開始擔任攻方的是還沒守住 - 小三拿著機槍在那邊灌 - 這麼遠 - 對 這是一定要 - 一開始一定要先灌 - 要不然防守方有時候因為它是劣勢 - 它會往前推進在二樓偷摸的 - 幾乎是全部的攻方圖 - 攻方在這張圖都會開場 - 對這個位置來進行貫 - 對 像是高雄海洋系的商業選手 - 有時候他一個衝動 - 就是拿具衣槍往前 - 要拿具衣槍來打人 - 欸 這個三差上去的感覺很快 - 對 已經人海一波四個人 - 集結了四個人往前衝了 - 這個組合彈丟一丟要上去囉 - 進場 - 但是是沒有丟閃 - 對 沒有丟直接上 - 哇 小狗這個好像跟... - 喔 有跟上 - 喔 跟上了 跟上了 - 原本以為怕他沒有跟上 - 結果後來人數有把它補掉 - 哇 小鳳 - 合一打二 - 很飄悍喔 - 好像30秒不到 - 對 是打了一個四個人三差 - 一個人二樓 - 然後小鳳 - 趁著這個三差在交戰的時候 - 趁亂往二樓推進 - 然後做個夾組 - 我覺得真的是偏快耶 - 因為死亡一台張圖 - 在我的理解 - 在之前的比賽看起來 - 三差還有二樓的僵持 - 通常會僵持很久的 - 對啊 都要在三差這邊先跳恰恰 - 對啊 - 你進我退 - 你進我退 - 跳半天 - 所以我們看一下克拉托怎麼配喔 - 這個回合還會快嗎 - 好像就比較慢了 - 人數 - 欸 要打二樓 - 難道是快的又要打二樓 - 應該是快的人海集結二樓 - 是三個人 - 最好是3-1-1 - 或是3-2包夾 - 真的是HOOPER講的前面幾張圖 - 他就是要一直拼槍就對了 - 對 他就是要拼槍 - 因為前面地圖 - 全邊圖的前面四張地圖很明顯 - 全部都是拼槍圖 - 然後BAN掉的都是全室外的地圖 - 對 包括這個台北首都隊BAN掉的是廢棄工地 - 對 那台中我剛剛提到的是 - 沙漠這樣藏大圖裡的BAN掉 - 對 因為敗率很高 - 不敢拿出來吧 - 這邊二樓還是等了一陣子啦 - 沒有到非常快 - 對 因為SR在前面有 - 我們剛剛有看到他有丟飛 - SR是拿G嗎 - 看一下SR - 我兩天是互丟 - 拿步槍 - 我丟了燃燒彈 - 丟了燃燒彈 - 丟了燃燒彈 - 轉了轉了 - 要轉三叉嗎 - 二樓僵持一下 - 覺得好像打不進去 - 桿條在SR - 我這次應該是打了一個桿好了 - 嗚 這個罐差點 - 很痛啊 - 差點被吐司超人喔 - 這個 - 小三 - 趕快往後撤一下 - 往後退一步 - 對 叫有血的往前衝 - 他在後面墊齁 - 我怎麼在扣血 - 喔 這個被亮到囉 - 上去囉 - 哇 但這一波三叉幾乎是被完美的鎖住喔 - 對 因為這個進攻企圖很明顯 - 就是二樓突然一直發生聲音 - 然後突然沒有聲音了 - 那 防守放在閃電台 - 應該是想全部都直接在三叉喔 - 喔 李瓜 - 李瓜 - 回回來了 - 這怎麼可能啊 - 二回 - 二回四的樣子 - 二回四 然後一打散 - 哇塞 - 因為 - 剛剛李瓜那個位置 - 我看閃電量有去收他啊 - 但是就是跳出來沒打準 - 對 我跟大家講一下 - 我跟這個禮拜跟台北所在團練的時候 - 打這張地圖 - 就是被李瓜拿進關槍的掃到歪頭 - 真假的 - 虎婆教練你被掃到歪頭 - 對 - 所以說我今天才會再預測 - 直接下三比台北所最贏 - 哇 - 真的是剛剛那個局面 - 真的覺得怎麼可能回得回來 - 好硬的槍法 - 對啊 - 首都隊在自己的組長喔 - 果然 - 強硬起來了喔 - 果然不一樣喔 - 這個二樓 - 這個二樓 - 這個二樓的埋伏非常的前面 - 兩邊要遭遇了 - 哇 - 李瓜射贏了 - 這非常的可惜 - 你這歪比帶走 - 黑人在這邊打回來了 - 黑人跟內偶的組合 - 在交換比上面 - 後面真的是蠻厲害的 - 對 其實李瓜第一時間抓到King的時候啊 - 就應該是到B任務區是沒有人防守 - 他其實在主力部隊的進攻二樓可以放慢速度 - 甚至可以把主力程度掉回來 - 跟李瓜一起突進B任務區 - 三哥要來回一個耶 - 被灌被灌 - 還沒有 - 哇沒有辦法 - 他那個被黑人拿機關槍 - 我應該是內偶拿那個機關槍 - 灌到這個準心飄掉了 - 對 - 這個就是三郎叫你了 - 三郎叫你了 - 不是是辣手吹花 - 哥哥弟弟一起來 - 哇 - 不是三娘叫子 - 而是三郎 - 三郎 - 三郎 - 閃遍了 - 這樣的話目前比分4比11 - 就是有鎖住隊大幅的領先 - 可是KING繞從力來了 - 李瓜會不會一個對兩個 - 我們看一下 - 有李瓜退 - 有退有退 - 對 - 是15者為俊傑啦 - 對 - KING這時候繞李翁過來 - 李翁這個技的表現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- 好還是先選擇 - 先灌了一波三叉 - 一樓二樓一樣 - 是 - 子彈不用錢一樣 - 齁 - 正常死亡的月台的節奏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- 嗯 - 它其實很少像第一個回合這麼快就上去 - 先做一點陽弓 - 然後再配一點夾擊 - 哎呦 - KING要偷出來看 - 欸 李瓜 - 李瓜轉 - 對 李瓜在各車廂之間跳動 - 這個位置非常的標準 - KING一出來應該是立即就被打飛了啦 - 就不用做 - KING敢出來嗎 - 我覺得他應該要回去B點了吧 - KING不要出來啦 - 他應該是不會出來 - 是趁這個台北守隊攻擊三叉或是二樓的時候 - 他從 - 他在趁亂從這個地方過來偷屁股 - 現在是你不動我不動 - 因為防守方其實也不用交集啊 - 他看外面沒有動靜 - 因為他的壓制在這麼前面 - 就確認B點過去是沒有對手的 - 對 門口是沒有人的 - 這樣子台北守隊就只能進攻 - 現在看到的這個三叉的這個樓梯 - 以及二樓 - 所以說他們重兵擺在這個位置 - 是不會移動的 - 只剩下一分鐘囉 - 壓力 時間壓力掉在進攻方這邊了 - 對 手都對著 - 一旦進入到30秒其實時間壓力就很大 - 對 - 這時候應該是發動一個三個二樓 - 兩個三叉的包夾 - 雙邊二三 - 我們看一下重邊這邊 - 哇 內喔 扛兩個 - 這個機槍的掃射 - SRG一個 - 哇 瞬間 - 瞬間全部帶走 - 這邊台中閃電郎快速的拿下 - 快速的回了兩分回來 - 目前比分拉到了4比2 - 台北守隊的領先 - 對 這個是King - 往前推進買比可以起到的一個作用 - 這是他確定的B點數是沒有的 - 其他的這個隊員是可以在二樓 - 以及三叉的做好一個準備 - 做一個買比 - 剛看到SR在那邊登考 - 所以他在二樓 - 把King 繞領用過來打飛了 - 領瓜 - 領瓜了 - 這一次 - 繞兄弟來得到效果 - 收到效果 - SRR從上個回合開始 - 也是拿出聚集槍了 - 衝二樓 - 是應該塞一下 - 煙塞一下閃 - 換SR的G很可怕 - 這時候正中的大姐頭被打掉了 - 這妹妹四個人集結二樓要打一波了 - 二樓這邊是牆邊 - 對於台北手部隊來講 - 那這個時候King還要在 - 藍色三號的King還要在那個位置嗎 - 對 - 他知道禮瓜已經掉了耶 - 因為其實他沒有 - 就是他 - 不太確定台北手部隊有沒有派牆回來 - 不會 - 所以說他不敢往前回進 - 喔 走你啊 - 凝凝許聖敏選手 - 也是來自鐵獸隊喔 - 上去的選手 - 哇 這個台北手部隊危險了 - 整個被包圍在隆梯這個位置 - 喔 小碰打回來一打二 - 紅一娃全球 - 現在人數平盤喔 - 嗯 - 對不敢打正面 - 因為上面的這個李勇已經架好的槍 - 左邊的黑人也在三探口下面做個接應 - 所以說往...就是 - 改變路線走I通是不錯的選擇 - 但是沒有選...沒有選擇拚槍 - 這已經架...人家架蹭在那裡了齁 - 對應該選擇走I通的 - 嗯 - 因為往下走是一個左右的槍線 - 閃電狼連拿三分 - 這一邊在領先的幅度當中 - 已經被追到剩一分的領先了 - 對 連追三分的原因 - 是因為King在B洞過去的防守 - 是非常...做得非常的出色 - 我第一時間都落裡用過來打飛了這個李瓜 - 甚至於壓制在很前面 又來了 - 喔 這邊李瓜也有落... - 落小蹦過來了 - 對 - 上一次人數劣勢 - 哇 King打掉了小蹦 - 李瓜退嗎 - 對 往後撤了 - 對 往後撤了 - 哇 這邊沒有想到 - 在攻防B點的對決當中 - 連續兩個回合都拿不到甜筒 - 這時候被灌 被灌 - 冷得痛 先退一下 - 剛剛那個鏡頭很明顯的 - 幹嘛在那邊跳來跳去 - 先掉一個人的情況之下 - 最好的選擇是一個人在二樓干擾 - 另外三個人直接突襲這個B洞物區 - 如果沒有的話你要倒過來 - 一個人干擾B洞物區或是干擾三叉 - 另外三個主力部隊是突襲二樓 - 做一個包夾 - 這樣子打法都是相當不錯的 - 依照人數的不同而不錯的打法因應 - 對 你要做一點變化 - 這是你少了一個你不要斷後了 - 趕快去前線支援主力部隊 - 在這邊看一看 - 對 今天二樓是扛的相當的不錯啊 - 對 今天二樓是扛的相當的不錯啊 - 哇 - 這一波交換只剩下小三 - 而且還是殘血 - 只剩下21滴血了 - 這個還是要往前去換的 - 因為他不知道其他兩名防守方的位置 - 所以說他最後 - 哇 - 這個沒有第一身換兩次這樣子 - 可能變成要被對手偷襲啊 - 還說閃電郎在連拿4分之後 - 把比數追平呢 - 目前雙方的比分是4比4的平手 - 這一波的反攻 - 我想閃電郎打得算是相當漂亮 - 而且我們就在這裡 - 剩下上半場攻方 - 剩下最後一個回合了喔 - 死亡月台是比較偏攻方的圖嗎 - 偏一點嗎 - 對 比較偏攻方一點 - 因為以前是防守方有勢 - 是進攻方在戰術的這個佈局 - 以及戰術的這個理解度沒那麼高 - 但是相對時間過久 - 練習的時間比較久了 - 大家對於這張地圖比較了解了以後 - 其實可以採取很多很多元化的這個戰術 - 多元化的進攻 - 所以說這個防守方是防不勝法 - 比較偏攻方的圖 - 但是台北首都在攻方這邊 - 拿兩分 - 對 實際上現在是拿兩分的 - 我自己本身是比較喜歡幹練防守方 - 我喜歡做好埋伏的 - 為什麼 - 這一場還在僵持喔 - 雙方不斷的在灌點 - 塞煙塞閃 - 其實台北首隊在二樓 - 以及B洞洞區的部分 - 推進的部分 - 都沒有辦法得手 - 其實 - 他們可以再打一次三叉 - 唯一他們勝利的那個回合 - 他們有一陣子被打三叉 - 對 - 可以打一場三叉 - 這樣來嘗試一下 - 他們前面兩個回合拿下來 - 其實都是三叉 - 一回合是靠你花回回來 - 一回合是三叉打下來 - 對 沒錯 - 這邊要轉三叉了嗎 - 好像是 - 對 是一個一四三叉 - 後面的四號 - 是小鳳在後面丟一個閃光 - 然後四個主力不上全往前推進 - 躲在這個地方就是閃一爆的時候就往前衝了 - 後面的四號 - 準備了齁 - 各位 - 預備 - 要來囉 - 中閃了 - 上上上上上 - 哇 - 這個來燒彈 - 這個汽油彈有點厲害啊 - 哇 - 五四零選手 - 辣水吹花 - 對 - 但是小鳳也打了兩個 - 後來李瓜又打了一個 - 小鳳也打了兩個 - 哇 - 黑人打掉了小鳳 - 現在是李瓜跟黑人一對一PK - 剩下23秒 - 殘局對決 - 黑人 - 哇 - 李瓜這個人打了三個 - 小鳳打了兩個 - 嗯 - 哇 - 就靠他們兩個打五個人啊 - 其實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- 我們剛剛第一人稱是黑人的視角 - 黑人槍線陣要飄過去的時候 - 李瓜已經抓到他了 - 對 沒錯 - 這樣的話 - 攻守互換在上半場呢 - 台北手隊拿了三個回合 - 台北手隊拿了四個回合 - 台北手隊拿了四個回合 - 加上讓分 - 對 這跟林管維持的上半場 - 一模一樣的分數 - 對 - 一模一樣的比分 - 剛剛分析到了死亡月台 - 稍微偏攻方的圖 - 現在變成閃電狼是擔任攻方囉 - 看閃電狼的攻方怎麼打 - 還是一樣是三個人集結到三叉口的這個位子 - 自己用的這個位子 - 先灌了一波 - 閃電狼第一個回合作為攻方 - 節奏是正常死亡月台的節奏 - 並沒有下落 - 對 應該是 - 作為這個進攻方的結構 - 都是先去二樓偵查一下 - 看防守方有沒有前推 - 然後再來 - 這偷裝啊 - 這個偷裝 - 手都對 - 完全沒有發覺 - 這個失誤大了 - 這個是 - 對 - 這一分應該是直接掉落了 - 這個只要被偷裝 - 這張圖的A點 - 只要被偷裝 - 都會被我們講一下說 - 真的是比較可惜 - 對 - 除非是你 - 開場 - 這個 - 有被偷的 - 可是這邊守方下一個前壓 - 都被SR扛住 - SR扛三個 - 對 因為這優勢 - 對 進攻方這優勢實實在是太巨大了 - 秒數不夠了 - Rony 怎麼辦 - 拚個KD嗎 - 拚拆嗎 - 九秒 - 他沒有要去拆了 - 沒辦法 - 這個太難 - 這個太難 - 主要是 - 閃電狼很順利的一個戰術執行 - 是他前面先拖時間 - 然後偷拆完之後 - 守方又沒時間了 - 對 而且這個車廂裡面有很多可以埋伏這樣子 - 所以說你防守方要回來的時候 - 就縱使你收掉很多這個進攻方的隊員 - 防守方的隊員 - 你也沒辦法找出最後一個埋伏車廂的位置 - 到底是在哪裡 - 也許他可能拿手段炸你 - 也許他可能就是衝出來拿槍打你 - 你都沒有辦法拆解電子炸彈 - 我相信很多不是對於死亡月台那麼熟悉的觀眾 - 這種玩家一定會覺得 - 那個發電機那邊A點可以裝包 - 就這麼近 - 為什麼進攻方不就直接裝 - 其實並不是那邊是那麼容易裝的 - 對 因為防守方在上面 - 這個樓梯上面的時候 - 就可以 - 就是李瓜現在看到的這個位置 - 就可以馬上看到你 - 安裝地時炸彈的那個腳 - 他可以打腳 - 對 他可以打你的腳 - 如果像李瓜是拿機關槍的話 - 是可以直接灌灌你的頭 - 所以說很多的防守方是在三叉口的樓梯上面 - 是都選擇拿機關槍的原因是在這裡 - 因為大家想說就這麼近就在旁邊 - 而已為什麼那個點會設在那裡 - 其實他並不是那麼容易裝的 - 但是前一個回合真的就是被李用給裝上去 - 對 這個是有點不可思議 - 防守方那邊可能疏忽了 - 難道李用是腳會浮在空中裝嗎 - 沒看到腳 - 有可能是塞煙塞閃的一瞬間三叉 - 防守人退到旁邊 - 對 丟彈沒有進攻是打了一個騙招 - 要往上打 - 哇白殺給打掉 - 是不是又要偷裝 - 看了這個殺掉了 - 不太敢啦 - 因為李瓜拿機關槍在上面 - 對 - 原來 而且裝彈是不是也會發出聲音 - 對 會有些許的聲音 - 而且就是其實防守方他不拿槍打你 - 他隨便丟個手段你又會被炸掉 - 所以雖然是觸手可及 - 這麼近的A點可以裝爆 - 但不容易裝的 - 李瓜被NEO解決掉 - 哇 怎麼一瞬間 - 就靠著這個NEO的這個機關槍發揮啊 - NEO今天的狀態還是不錯 - 這邊台中閃電狼又回了兩分 - 目前超前樂 - 6比5 - 1分的領先 - 真的是跟剛剛領管很像耶 - 其實台北首都隊的這個防守啊 - 是比較單調一點 - 他B任務處都不敢往前推進去偵察情報 - 像這個台中閃電狼 - 他這個防守方他就推得很前面 - 確認你B任務處就是沒人 - 所以他其他的這個防守隊員 - 就可以打得很大吧 - 但是在這個台北首隊這個B任務處也是防守人員 - 都沒有辦法去偵察情報 - 所以說他們打得是比較被動一點點 - 對 而且就會防守防角的 - 因為他們那邊有人 - 對 就沒有去偵察啦 - 對 你只能就是在原地哭等 - 你有進攻的是有沒進攻 - 你又不知道到底有沒有 - 這件事情很難猜測 - 我會死啊 - 這個哪扛的距離槍過來偷一槍 - 很大膽啊 - 可以注意一下內容在這個回合的表現怎麼樣 - 前幾回合打得都蠻好的 - 對 第一個回合勝利是偷裝包 - 然後剛剛第二個是補槍補得蠻順利的 - 是K掉兩個 - 喔這是他偷裝 - 沒有往上衝應該是他偷裝 - 沒有 - 喔沒有就是騙彈 - 這個李勇啊 - 古斯超人 - 正名紅選手 - 對 打得非常的奸詐 - 他沒有 - 他沒有 - 他丟完蛋 - 往回退 - 就是讓你防守方多丟點東西 - 哇 - 你還來 - 李瓜打掉SR了 - 反不反啊 - 李瓜都能把我射歪頭SR - 你還想來挑戰嗎 - 而且他剛剛是拿狙擊槍喔 - 喔對 - 比較大法 - 兩個人都很大法啦 - 因為有的箭頭就是 - 狙擊當箭頭打 - 就是上去狙一槍退 - 結果他還沒狙到自己就先退了 - 李瓜拿了幾款槍 - 近距離 - 可能又點到頭 - 是不是要上三叉 - 喔李瓜 - 喔唷 - 旁邊有三個人 - 哇 - 送散 - 趕快推 - 哇 - 撤不了 - 還好小三人有怪資源補槍 - 裝了 - 一點點裝包 - 這個先拼殲滅秒數還夠 - 龍尼有打掉 - 小蹦 - 挺的位置有暴露出來嗎 - 沒有沒有沒有 - 他絕對沒有 - 但是龍尼出來了 - 會被找到了 - 哇 - 找到了 - 沒人了沒人了小蹦 - 猜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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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猜 - 猜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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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猜 - 沒人了沒人了 - 對 - 打掉了打掉了 - 這樣子的話雙方再次拉到平手 - 六比六 - 哇 - 這個今天的比賽 - 領館跟月台都很拉 - 對 閃電檔這個攻擊 - 上一個回合的攻擊也是過得有點久 - 嗯 - 他騙完了以後 - 這個防守方法應該是沒有彈藥了 - 其實他那一波 - 不應該叫SR去裝 - 應該是叫 - 部槍群直接淹上去 - 是 淹沒這個防守方 - 上一個回合我記得SR是先被李瓜擊殺 - 對 - 然後後面對 - 其實我們昨天有討論過就是你 - 你在偷裝代表你又一個人是在下面 - 你少一個戰力 - 這個回合SR覺得也拿機槍出來了 - 哪呀 - 非常有生氣啊 - 憤怒 - 剛剛拿去機槍被李瓜的機槍打掉 - 他也把它挺出來 - 把機槍拿出來 - 把機槍拿出來 - 閃電量還是在等 - 阿瑞 - 張家華 - 教練 - 鏡頭不少 - 你看 - 好像一個對五個 - 一打五 - 帥氣 - 上三叉囉 - 這個是 - 應該會三煙塞閃的 - 上 - 這個非常極限秒殺 - 打飛了兩個 - 這樣子有賺了 - 但是小縫跑出來了 - 他在後面打 - 所以小縫一打三 - 可以飛了三個啊 - 但這邊 - 是要先把SR抓掉嗎 - 應該不會先拆 - SR只有一個人在上面 - 秒數開始 - 要注意一下秒數喔 - 想要打掉 - 這是誰贏誰聽牌耶 - 小縫打四個 -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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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小縫面無表級打四個 - 戰爭機器 - 真的是先聽牌了 - 台北首都隊先聽牌 - 七比六 - 對最主要是台中閃電塔 - 是全部人都集結了三叉口 - 二樓沒有人 - 沒有百人啊 - 對 - 而只有被小縫抓了一個出奇福利 - 趁機打了一個屁股 - 對 - 原本三叉閃電塔打得還不錯 - 對 - 利用率先擊殺兩個 - 其實已經勝利在握了 - 而且我現在想到 - 瑞怎麼都會沒喊暫停 - 包括前一張領館危機 - 被人家追到了 - 對 - 對 - 其實光前一張領館 - 我就覺得他應該在 - 第十一、十二回合的時候 - 該喊 - 對 沒錯 - 現在也是已經被連拿兩分了 - 反而是落後一分了 - 也沒喊暫停 - 也沒喊 - 這個回合打完可能就沒得喊了 - 其實如果是我單單教練的話 - 我應該是每一場的賽事 - 都應該會把暫停喊完 - 就是兩次都會把他喊完 - 對 - 因為有暫停可以利用 - 為什麼你不利用呢 - 這個我們討論很多次 - 就是 - 你喊了理論上只會比較好 - 就算目前為止喊完的勝率沒有很高 - 但是 - 也有可能你不喊也是輸啊 - 但是喊一下早可以讓情緒滑合一下 - 沒錯 - 除非是隊伍本身的狀況好到讓你不用喊 - 要不然其實在有這種拉居轉的情況之下 - 你都應該要好好陀山利用 - 你這兩個珍貴的暫停 - 是 - 除非是直落山的局 - 就是領先方 - 哇 - 這邊可能還是要上三叉 - 這一次的三叉 - 有沒有要到二喔 - 好像 - 還是要到喔 - 還是要到喔 - 小鳳跟小山在罩喔 - 哇 - 你用一個時間裡頭就扛住了 - 對 - 但這次King有在看後面 - 但你要是忍著 - 忍著燃燒 - 但打飛了三個啊 - 哇 - 又是被連拿三分啦 - 台北手足隊又是落後連拿三分 - 接下來 - 八比六連拿三分 - 的確跟林管一樣連拿三分 - 但差別在於這次台中閃電楊是少拿一分 - 只拿到了六分 - 大家在剛剛的單局戰績 - 在剛剛死亡月台的單局戰績當中 - 是八比六台北手足隊獲勝 - 那 - 小鳳是KD2 - 欸我們看錯 - 寧的KD - 哇 - 這個雖然台北手足隊獲勝 - 但是寧這邊可能要加油一下 - 我第一次有看到林的KD - 林林林林林林 - 對 林殺十二死 - 哇 - 這個可能也會是 - 無法突破的紀錄 - 不過其實剛剛 - 對 這很難突破 - 因為頂多就跟他一樣 - 一樣殘 - 突破 - 但是剛剛Whoop也有提到 - 就是其實剛剛首都隊 - 最主要就是兩個人在打 - 李瓜跟小鳳 - 對 三次的2K - 一次的3K - 一次的4K - 對 - 這是李瓜的數據 - 這個一定要加油 - 當然小鳳也有兩次的2K - 一次3K 一次4K - 我們來看一下 - 系統自動給定的MVP選手是誰 - 這邊是給李瓜 - 李亞惠 - 李瓜選手 - 步槍手 - 17殺 - 一次3殺 - 一次4殺 - 非常可怕的一個數據 - 大家如果看剛剛的比賽 - 就知道其實李瓜的這個表現 - 真的是神勇 - 這個 - 隊友K靈芝都在那邊 - 念一直在那邊投降 - 靈芝王 - 對 - 念表示不要 - 這個攝影機不要拍我 - 拜託不要拍我 - 拜託不要拍我 - 但他也不算是4個打5個啦 - 他有幫忙彈一下 - 有啦 - 幫忙彈子彈 - 偵查一下啦 - 偵查一下 - 一直不斷地幫那個小鳳跟李瓜彈子彈 - 是 - 因為通常KD0.3 0.4就會被我們 - 就是講一下 - 他剛剛一直往右看 - 小鳳我扛的還不錯吧 - 小鳳這個作為肉盾 - 我還可以吧 - 對 - 哇 - 這邊瑞教練 - 瑞教練 - 回來喔 - 瑞教練 - 哇 - 因為連兩張他都被逆轉 - 他們都是被逆轉 - 前面都領先了 - 因為 - 我們大家都知道 - 因為他們也知道下一張是櫻花啦 - 那櫻花這張圖真的是 - 守租隊的強圖啦 - 對 - 當然也沒有一定啦 - 就是 - 就看待會兒台中怎麼打 - 對 - 好啦 - 趕快去買一下 - 哇 - King - King也是只給我們看他的 - King跟Leon - 對 - 對 - 趕快去買一個士林大雞排 - 士林大象場所來場 - 就在旁邊 - 對啊 - 已經吃好了啦 - 對 - 因為士林哈哈紅利戰 - 就在士林夜市外圍 - 對 - 直接走去就可以了 - 對 - 相對於 - 對 - 我們來介紹第三張圖 - 櫻花各戰 - 請Hoober幫我們介紹一下 - 好的 - 櫻花各戰 - 這是一張打陣的任務 - 公方必須要拿到這個阿虎的卷軸 - 回家打陣 - 才算任務成功 - 那首方的優勢 - 是公方優勢 - 最主要是有三個口可以作為包圍 - 然後最主要的進攻路線只有三條 - 任何一條防守方沒有扛住 - 馬上就被包圍了 - 這個防守方是直接潰體 - 所以說我認為這個 - 防守方應該可以多做一些陣型的變換 - 例如你可以打一個前推的戰術 - 前推的防守 - 或是打一個第二時間的 - 還是一樣就是前推的戰術 - 不要固守在二樓 - 那其實這張圖 - 奪取任務一般我們的印象都是首方優勢 - 但這張圖是有點偏攻方優勢 - 對 因為在這個地方有很多的捷徑 - 就是這個包含左翼的是L型樓梯 - 只有一個小房間 - 馬上就能快速地去奪取這個權走 - 那台北首都隊在這張圖 - 可以前面試戰全勝 - 那這個HOOP教練覺得 - 首都隊為什麼這張圖可以改成首都客戰 - 他們這張圖到底哪裡打得非常好 - 他們在這個防守方的應對 - 包含他們是在後梯的這個防守 - 小Bone的防守 - 以及RONNY的防守 - 是非常的堅強 - 他們唯一的落點就是在中梯這個位置 -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這個 - 都會先攻擊右邊的這個後向 - 來來來 - 一定馬上有擊殺了 - 已經突破 - 已經突破差一張鼠了 - 他開第一槍了 - 我們這邊SR把小三給打掉 - 人數方面是閃電郎有優勢 - 對 但是我們表現非常... - 哎呀! 剛說完就震完 - 沒說你刮 - 我要倒了 - 小Bone可不可以攔截 - 拿包 - 拿掉 - 喔 - 被打掉 - 被打掉 - 剛好順勢拉的一個槍線 - 台中還不錯 - 第一個回合算先拿下來 - 那我剛剛其實看了一下數據 - 真的是櫻花的客戰張圖 - 算是守護隊的王牌圖 - 他之前的比賽就算整... - 輸掉 - 但是他在單場櫻花呢 - 包括對上桃園 - 對上這種很強的台南 - 櫻花都還是拿下來 - 四戰全勝 - 哇 - 以屋頂有人 - 罐到腳 - 打到第三根腳直頭 - 第三根 - 連第三根你都知道 - 左腳的第三根 - 左邊是第三根 - 對地圖理解度的那個... - 哇 - 這麼細膩喔 - 連地雞片烏瓦 - 烏岩的瓦片 - 會打到哪一根腳趾頭都知道 - 哇 - 我跟他說 - 表現非常出色的RONNY - 在後向的防守 - 已經被之前被炸掉了 - 對 - 被黑人那個手流帶率 - 把他給炸掉了 - 對 - 通常RONNY是搭配小鳳 - 在防守後向的這個位置 - 常常都能夠一打二一打三啊 - 現在台北守住隊是重兵 - 放在這個L型的樓梯 - 也許要換加 - 換加的話就會中了這個SR的埋伏 - 所以SR埋伏在這個草叢後面 - 不用 上去 - 你抓這個機關槍 - 哇 - 我覺得後面SR跟LAY有換回來 - 小三打掉了SR - 哇 小三 - 哇 好準啊 - 喔 殘局3 - 殘局1回2 - 對 - 小三 - 我認為這個回合表現最出色的是李瓜 - 因為是李用選手他擔任前 - 那個台中閃電場的前鋒 - 他第一時間看到這個李瓜的一個腿毛 - 他就直接被打飛了 - 哇 看到腿毛 - 哇 - 他這個槍法真的是有點犀利 - 所以這個也是告訴我們閃電場的選手 - 我們的腿毛要刮一下 - 呵呵 - 以免被看到 - 對 是在擔任進攻方法的時候 - 其實你可以就是不要傻傻就是拿槍去守 - 你可以就是丟一些手榴彈 - 丟一些煙霧去丟閃 - 再去探那個點 - 一波爆進去 - 因為其實你已經有人數上面的優勢了 - 哇 剛剛那個回合 - 施雨山小山全秀化一下 - 蛋 - 對 後面這個補槍非常的到位 - 嗯 - 差點被... - 小山差點被灌死了 - 問一下HOOP - 他灌...灌牆的人 - 他如果灌到... - 他自己知道他有灌到人 - 對 那個畫面上會出現一個星星的符號 - 就是會出現一個白色準星的符號 - 喔 - 所以其實他... - 呃...剛剛李勇是知道他有灌到人 - 對 他是知道 - 一灌到有那個符號產生出來的時候 - 就可以持續的一直開牆 - 喔 繼續灌 - 欸 對 不要放過 - 喔 這邊要進來囉 - 喔 又是一個人數上面的優勢了 - 四打五 - 龍尼打兩個 - 最猛惡人組 - 喔 - 剩下李瓜 - 剩下李瓜 - 哇 直接衝回包點 - 架槍 - 這邊也...拿包了吧 - 一個 - 兩個 - 哇 - 滿... - 他剛剛有Vic Coach - 好像一點點而已 - 這個是黑人貪快了 - 因為你不太知道李瓜的位置 - 其實你不應該用奔跑的 - 哇 黑人很悶喔 - 對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巨大的失誤 - 你兩個對一個的時候 - 你千萬不要心急 - 先逮中對手的位置 - 再溝通 - 要怎麼對付他 - 要怎麼對付他 - 記得這一個圖... - 而且你拿包了之後 - 我們還要討論到說 - 拿包到走前面 - 還是沒有拿包到走前面 - 對... - 或是你手上還有什麼樣的彈藥 - 對 - 什麼樣的支援 - 還有閃 還有炸 - 發現他的位置之後 - 我們先不要跟他對槍 - 我們丟手讓炸他 - 閃他讓他開不準 - 我們再兩個一起跳出去拉槍線 - 真的 - 這個人數有優勢 - 因為包在手了 - 真的不用急 - 很多東西都可以先討論好 - 謀定而後動 - 不過李瓜那邊也是準啊 - 差勢暫時才不準 - 對啊 - 這邊... - 瑞教練終於忍不住了 - 這個回合無論勝敗 - 台中閃電亞決定喊一個暫停 - 那會不會就在他決定喊暫停的時候 - 這個回合反而是閃電亞的意思 - 因為其實在上一上週的時候 - 我有跟李瓜講了一下他槍法的問題 - 那其實就是講完了以後 - 我有去求證 - 就是在這一週我去求證說 - 你到底有沒有添進去 - 去做一個改進 - 那確實是有的 - 所以說我才會把這個... - 分數把它下在這個地方 - 哇,所以Hook教練真的是 - 還有後續追蹤了齁 - 講完就算了咧 - 持續治療 - 不過這個回合 - 就在對決定喊暫停之際 - 欸,怎麼好像... - 哇,可以打得不錯喔 - 這是一個... - 打得有點久啊 - 對啊 - 聽剛剛一打二 - 反正要一打三的就很遠了 - 開了半天沒有打中 - 對,所以說真的就是 - 星級是魔鬼啊 - 明明就是你主頭鴨子讓他飛了 - 這種感覺就是非常的糟糕 - 打兩個,但最後沒辦法 - 這邊台狀搬了一分回來 - 目前刷放在比分上面是4比2優 - 台北手都在2分的領先 - 那這邊瑞教練喊了一個暫停 - 雖然其實目前櫻花前四個回合 - 但是怎樣我覺得打得不算差 - 四個回合有拿兩個回合 - 但是... - 日教練... - 保險起見啦 - 還是喊了一個暫停來講一下 - 因為其實... - 目前台北手都隊已經大分2分的拼牌了 - 對,因為目前也是掉過兩個大分 - 退無可退了 - 退無可退了 - 所以說... - 現在還是在拉鋸戰當中 - 這是一定要先喊出來 - 其實台北手都隊的防守陣型很單調 - 就只有一個 - 就是小鳳一個人在後花園這邊 - 後巷這邊做防守 - 然後上面是東尼來做一個協防 - 另外三個人定點防守在登附目標防裡面 - 所以說... - 從L型... - 這個樓梯來做一個... - 三個人... - 開三個人去包夾L型樓梯 - 招臺貓兩個人 - 或是中路三個人 - L型樓梯兩個人 - 去包夾他 - 這一套的攻法 - 應該就能破這個台北手都隊 -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一下 - 這個暫停... - 呃... - 台北手都隊... - 當然因為也是場地的關係 - 這個場... - 台北手都隊場地是少數比較不適合 - 把... - 呃... - 五位選手叫起來集合 - 除非是站起來... - 可以站起來 - 但是他不像某些地方 - 某些主場的場地是可以在旁邊圍成一圈 - 因為他分成兩排 - 他把他切成兩排的那個... - 電競式 - 那這邊克拉托教練是選擇 - 站著來跟... - 來跟五位選手討論一下 - 當然這邊才可以不發寒的啦 - 他還是可以講一些東西 - 這個克拉托可以討論... - 這個莊奇教練可以討論等一下要吃什麼了 - 就在40 - 校園要點什麼了 - 哇...不過瑞還是把選手都摳在一起啦 - 因為現在閃電郎真的... - 也必須要振作喔 - 他們現在... - 是單獨落後在最後一名耶 - 對... - 昨天這個高雄海洋星勝出了以後 - 對... - 這次... - 這個對... - 海中閃電郎是個不幸的消息 - 孤單的墊底 - 因為前面我們也討論到 - 如果今天閃電郎能獲勝 - 至少他不孤單 - 有兩...兩隊跟他一樣 - 等於是兩個集團 - 雙集團 - 但如果他今天輸了 - 不好意思喔 - 就分成A B C - 他就在C - 而且C還很遙遠 - 很遙遠 - 很遙遠 - 這個勝差就拉開來 - 我這十一年的功力請喝一看 - 而且真的是... - 兩樣琴 - 為什麼 - 因為台中閃電郎他是... - 目前這一季 - 唯一兩隊沒有換選手 - 教練選手都沒換了 - 就是台中跟新北 - 新北至少還是併列第一 - 目前 - 那台中閃電郎是孤單的... - 孤單的... - 奠底啊 - 對,我認為他目前是 - 陷入到一個瓶頸 - 他們要尋求這個圖子 - 突破瓶頸的方式 - 應該是有很多種 - 不一定要在這個戰術上面 - 來做一個琢磨這樣子 - 應該是可以朝著這個選手的基本功 - 或多做一些補強 - 是 - 我們這邊即將回到比賽啊 - 這邊對於教練 - 剛剛這一個戰體談的時間 - 算是普通 - 也沒有特別長 - 或特別久 - 我們回到比賽 - 喔這個回合會不會祭出快功 - 或是聽到我的聲音 - 喔真的是開了三個人 - 到L型的樓梯了 - 這十一年的功力應該是多少 - 還有一點心電感應 - 我們兩個都沒有要接你話 - 你還要自己再接 - 也是蠻厲害的 - 我想說 - 就算了 - 我們當作沒聽到 - 我們在瑞這邊呢 - 其實還包括你看有這個 - 還有這個李翁對不對 - 還有這個小黃 - 還有KING - 這個 - 像華藝魂啊 - 華藝Spider - 對 - 還是要堅持下去啊 - 不然Hoop教練 - 這個他個人在這邊 - 對 - 這麼的神 - 每次都在那邊 - 一直睡嘴說十一年 - 十一年 - 對 - 結果這個十一年感覺 - 好像還 - 也還好 - 也還好 - 你看 - 台中閃電狼要進來了嗎 - 對 - 小鳳的右邊是有兩個人 - 突破的中路這個位置 - 這個已經是連續第三個回合 - 台中閃電狼開局有無打式的優勢了 - 嗯 - 我這一個局在沒有辦法掌握住的話 - 我認為這個 - 台中閃電狼應該是走遠了 - 嗯 - 不過現在這個 - 對台北手兔隊來講 - 他們掉的也是自己拿 - 哈哈 - 前面的一張圖啊 - 林之王 - 也是贏 - 有了有了 - 拿下來了 - 這邊台中閃電狼要在暫停之後呢 - 拿下了第三分 - 目前是手兔隊4比3一分的領先 - 不過剛剛惠布教練也特別強調了 - 就是手兔隊的防守 - 是略顯單調了一點 - 對 - 這個防守是比較單調 - 所以變成是你很好去針對他 - 例如就是一個人在守的時候 - 你可以用人海去攻擊 - 像剛剛那樣子 - 對 - 要不然就是你一個人在守 - 你不敢去打他也沒關係 - 就是你可以派兩個人 - 一個人丟蛋 - 一個人全部去打他 - 你也是會有優勢 - 大概都知道他們的弱邊在哪裡 - 對 - 例如就是他們怎麼把左右的槍線 - 他會埋伏在什麼位置 - 你就會變得很好去抓到他 - 這一場台中還是把速度放慢 - 現在外面 - 騷擾一下對手 - 對 - 是開了一個2-1-2的一個攻勢 - 一個攻勢 - 進去搜索一下看一下有沒有埋伏 - 如果沒有的話 - 這個台中閃電黨應該會打一個1-3-1的一個推進 - 或是一個包圍戰術 - 要不然就是會變剛剛上一個回合 - 勝利的那個方程師是一樣的 - 是打一個1-4的一個人海戰術 - 不會打到前面5回合了 - 好像真的很少在菊軸房那邊交火耶 - 對不對 - 通常是剛剛那後梯 - 多回合是在後梯那邊 - 前面就已經是打出一個人數上面的落差了 - 這邊要做雙邊喔 - 這次就可能會在捲桌房 - 對 是一個1-4 - 這個L型樓梯是4個人喔 - 要淹上去了嗎 - 只剩下不到1分鐘的時間了 - 通方 - 對 我們的前鋒裡用機關槍往前收點 - 收到這邊開始丟彈 - 丟了這一波爆進去 不要死你 - 等等殺進去 - 黑人打了一個 - 這邊一個補掉 - 但是這一波還是要守住對守住了喔 - 在前六個回合 - 雙方剛好都是各拿三個回合 - 再加上讓分的情況下 - 目前首部就是5比3 - 兩分領先 - 這個對於台中閃亮的壓力是比較大 - 巨大喔 - 5分其實要停牌是很快的事 - 對 而且這張地圖是攻方優勢 - 你只有一條路 - 敢沒有扛住你就直接崩盤 - 這個是一個中梯的快攻吧 - 好 衝啊 - 三個 四個 - 但這格都要去喔 - 有沒有扛住 - 喔 李勇是少飛了兩個 - 三個 - 李勇一打三 - 小鳳剩一個人往包點跑 - 跟剛剛李瓜的位置一樣 - 會不會發生一樣的局面 - 好囉 這邊再給 - 對 穩住 先穩住 - 對 閃電郎一個機會了齁 - 你這邊人數有優勢 - 但對於小鳳還是有些許的優勢 - 他可以進行先行埋伏 - 好 堵這一邊 - 等你 - 這次就慢了齁 - 閃電郎要血會叫去 - 有丟一顆閃 - 喔 對 就是這樣子 - 有丟閃再跳出去拉槍的線 - 其實兩個隊一個應該是只拿九穩 - 上半場結束 - 在前七個回合到最後的 - 台銃閃電郎是多拿了一分四比三 - 但是在計算進去讓分之後呢 - 台北守隊還是領先一分的 - 其實守住隊在上半場打的沒有特別好 - 作為守方只拿了三個回合 - 還好最後一個回合靠你用往前圖示 - 你好像在把他打 - 欸 - 不過跟今天前面目前的三張圖 - 上半場一模一樣的分數 - 對 都是 - 一模一樣 - 都是台中有多拿一分 - 對啊 - 一模一樣的分數 - 哇 剛剛是先衝進去 - 先把King摸掉 - 對 - King是下來平槍 - 但是批輸了這個NIN啊 - 不要以為零食王很好吃 - 哇 很想要來吃NIN - 這個我 - 廚育寧 - 妹妹的餐法也是非常的飄悍的 - 上一張圖他都在擠氣啊 - 好 現在NIN小C啊 - 廚育寧選手要上去了 - 這個閃電藍應該是要找機會突破啊 - 如果沒有的話就全部扛在這個目標物裡 - 這個槍法一定要發揮非常非常的極限 - 一定要有一個人可以三隻以上才有辦法贏 - 哇 - 這個被包圍了 - 有換加 有換加 - 二號李瓜 - 李瓜就在那邊等他 - 埋伏已經等到了 - 逮中了這個黑人跟SR - 上面場李瓜好像沒什麼一樣的發揮 - 轉到攻方之後 - 頓頓 - 哇 完頭勝了 - 五位選手 - 台北手兜隊通通存活 - 通通存活 - 目前比方是6比4的領先 - 這個狼隊的溝通應該是發生了一些狀況 - 就是 - 內偶一個人在目標路扛了三個人 - 面對三個人 - 另外黑人跟SR竟然選擇繞跑 - 就沒有過來 - 欸 你們要去哪裡 - 內偶就是被放生在那個地方了啊 - 唉 - 這個內偶可能 - 對啊 - 他們兩個賽季都一樣的選手 - 感情應該是要很好啊 - 對 - 怎麼會一個人面對三四個對手 - 然後我另外兩個我先走 - 在高速公路被丟包 - 他真的是被丟包 - 休息站上廁所 - 欸 怎麼車走了 - 完全忘了他 - 你們就這樣走了 - 對 - 半夜三點在休息站 - 剛剛那個劇本應該是KING陣亡了以後 - 其實大家已經看到L型樓梯有很多人攻過來 - 就跟 欸 - 要走了 趕快走吧 - 我大軍壓盡了 - 我們先換家好不好 - 叫人家一下他還在廁所 - 半夜三點丟人家在休息站 - 剛剛被放生了沒有已經先行陣亡了 - 哇 - 欸 李瓜真的改成進攻方之後 - 非常的兇猛 - 對啊 - 呵呵 - 這張圖守護隊做進攻好像蠻厲害的 - 丟彈也很容易丟走 - 左邊很近很近 - 這邊 - 哇 - 不過這一邊 - 嗚 - 喔 李用有扛住了 - 李用好險有扛了兩個 - 對 剛剛一片混亂 - 但是李用的機槍 - 算是有扛住啊 - 但這樣子的話 - 差距拉到1分 - 到底今天閃電郎會不會被直落3 - 對啊 這個回合特別關鍵啦 - 非常關鍵啦 - 不是有人追平 - 就是有人聽牌 - 守護隊的開法還是一樣是開得比較分散 - 是開212 - 我先搜索一下 - 我閃電郎的重兵全部放在後巷這個位置 - 中間的通道是擺有兩個人 - 我等於是有三個人做一個血訪喔 - 二號的nails第一時間 - 要找這個李瓜PK嗎 - 真是小崩的位置 - 都非常的近啊 - 李瓜你下面就有人了 - 喔 - 藍色4號的飛人 - 下面這個木車是一車之隔啊 - 出來了 出來了 - 哇哈哈 - 李瓜 - 哇 - 丟一隻手榴彈 - 對 這個飛眼走壁是上下槍線很難打擊 - 所以說狼隊應該是全體被殲滅了 - 剩下KID - KID有沒有機會 - 剩下小黃啦 - 喔 - 創造奇蹟 - 媽 - 拿了卷軸 - 要 - 叫小黃 - 小山在堵他了 - 喔 這個好準 - 遠距離喔 - 擊中囉 - 但是相對KID的位置應該是眼睛暴露啊 - KID以為攻方球這邊出來 - 手榴隊是打得非常的殘忍 - 慢慢的不急不許完全推進 - 很慢喔 - 很慢喔 - 對啊一樣齁 - 一樣 - 拿著包人數上有優勢 - 對他們是應該知道大約知道這個KID的位置 - 聽牌囉 - 聽牌了 - 這邊台北手都隊是7比5 - 率先聽牌 - 再拿1分 - 直接直落山 - 同時也突破了柯P魔咒喔 - 對 - 三天蛋引誘是在第一波的這個換人 - 屢屢都沒辦法成功 - 嗯 - 第一波都被這個首都隊先率先擊殺 - 嗯 - 後面就變得很痛苦 - 然後迫使這個隊員又要往前推 - 又要換加 - 導致這後面整個下半場是 - 後面沒有辦法能夠拿分了 - 對 - 現在台北手都隊三個賽末點的機會 - 很大高 - 很高的機會可以終止他們的三連敗喔 - 他們之前是二連勝之後吞了三連敗 - 黑人第一時間熟 - 但是劍弓炸飛的逆選手啊 - 就看閃電狼有沒有逆轉的能力了啦 - 弄你弄你弄你 - 喔在中路這個招力換了一個 - 但是閃電狼的內偶跟黑人其實是殘血 - 對 - 才不能夠接受 - 現在人數來到三對二 - 哇 - 李瓜伊達二 - 這個一刷出來是少飛了兩個人 - 直接串燒打飛耶 - 內偶怎麼辦 - 哭哭又剩我一個人 - 我們今天表現非常好 - 已經他架好槍了 - 哇 - 人都還沒看到這是被打飛二 - 李瓜伊達三 - 結束了這個回合 - 結束了這場比賽 - 台北首都隊拿下勝利 - 比賽結束 - 恭喜台北首都隊今天是以非常漂亮的比賽 - 直落山喔 - 分別是8比7 - 8比6 - 8比5的比分 - 直落山擊敗了台中閃電狼 - 那這邊也再次的代表了台中閃電狼 - 才要孤單的 - 在我們的聯盟排行 - 最後一名 - 再待一陣子了齁 - 哇 - 這邊首都隊也有一陣子沒有自己主動過去 - 因為有三連敗了嘛 之前三連敗 - 所以其實也是有一陣子沒有去對面握手了 - 本季首都隊他們是穿裙子啊 - 對 - 這個也是好像希望可以看起來更活潑一點 - 更淑女一點 - 有人穿短褲是不是 - 應該都是裙子 -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- 因為之前看都是裙子 - 有一個短褲 - 對 - 好像是小三是不是 - 不是 - 你 - 林志華 - 就那衛衣穿短褲子 - 下次來再乖乖穿穿裙子 - 還是跟大家一樣 - 是 - 我們請HOOP在載出地圖幫我們解釋一下 - 最主要是我覺得比較可惜 -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- 台中閃電狼的攻擊方式 - 它應該是 - 其實台北首都隊的這個防守應該是這樣子 - 後面有一個 - 目標物是有兩個 - 然後L型樓梯有兩個人在防守 - 其實在第一時間擔任攻擊方的時候 - 你應該可以做的是 - 先把這個地方先打退 - 從這個地方先突進 - 派多一點先把這個地方逼退 - 逼退了以後 - 你再集中火力 - 往這個地方做轉進 - 來做一個包夾 - 可以派兩個人 - 然後三個人 - 第二時間來做一個包夾 - 這個動物目標法 -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點 - 那其實台中閃電狼他做的比較不好的地方 - 他是第一時間就 - 守的就直接埋伏在後面 - 然後這個位置也是守的比較後面 - 然後在偵查這個地方的時候 - 在偵查中路 - 中路以及 - 這個後 - 後梯的時候啊 - 派的兵力是比較少的 - 那常常第一時間 - 就有人會在這個地方先掉了 - 會被這邊的防守方擊殺 - 或是在這邊被對手先擊殺 - 導致在最後面發動總進攻的時候 - 要去做僵直包圍網啊 - 在人數上面四對五的情況之下 - 常常都第一時間就已經有劣勢 - 而導致這個包圍網沒辦法形成 - 我覺得是最大的主因 - 所以說我覺得 - 關鍵就是 - 最後面跟大家提醒一下 - 先把這邊拿下來以後 - 再來做後期的 - 中後期的戰術布局 - 是最關鍵的 - 是 - 所以這邊的話 - 我們也是再次的攻擊台北首都隊友 - 選出來的MVD是誰呢 - 前面卡拉多教練所選出來的是 - 李陽慧選手的李瓜 - 的確今天李瓜的槍法非常的漂亮 - 多次的殘局 - 還有多次的死 - 多殺表現 - 在畫面中 - 為各位採訪到左邊的是 - 我們的今天MVG - 李瓜在畫面中 - 右邊的哲氏 - 克拉托你們好 - 哈囉 九妹好 - 大家好 - 大家好 - 那我這邊就直接想要請教一下 這個李瓜李亞慧選手 - 要特別問你一下就是 - 在櫻花客棧其實呢 - 還被首都隊是 - 包括今天贏下來是 - 本季五戰全勝 - 不過呢 - 李瓜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析一下 - 在櫻花客棧你們今天是先擔任 - 這個首方 - 但是首方的部分 - 你的表現 - 就沒有像你擔任攻方那麼的亮眼 -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析一下 - 這個差別在哪裡 - 我在首方的時候就是 - 位置是 - 等人來而已 - 可是攻方我可以更多的打法 - 然後讓我自己去運用這樣 - 所以他擔任首方 - 就像HOOP教練今天有講的 - 他只有等人來比較被動一點 - 但是我是喜歡等人的 - 所以每個人的風格不一樣 - 李瓜的風格是喜歡去找人的 - 是 - 欸不過這邊求證一下 - 因為HOOP教練今天一直說 - 跟李瓜對練的時候 - 你把他這打的 - 然後歪一頭啦 - 是真的有這個事情嗎 - 是真的有這個事情嗎 - 呃... HOOP還是最強的 - 哇塞 - 哇塞 - 哇塞 - 那個李瓜你是欠HOOP多少錢 - 李瓜是好人 - 這是真心話 - 對 - 感謝我都 - 電競的眼淚都流眼淚下 - 你說在腐爛的部分是最強的 - 哇 - 李瓜真的是尊師重道對不對 - 好學生 - 哈哈 - 我都被汙蔽了 - 我問一下HOOP -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這個 - 我們兩位 - 我當然要問一下李瓜選手 - 近期就是你已經熄火了三到四個場次了 - 那今天的表現啊 - 是非常非常的剛猛 - 非常的厲害 - 那你近期是如何做一個調整的 - 因為之前槍法也不太穩定 - 然後最近有苦練槍法 - 然後也有自己去想更多的打法 - 還有餐區如何去收拾 - 然後都有去檢討很多 - 然後希望自己就是可以更進步這樣 - 是的 我這邊來問一下柯拉托教練 - 因為其實在之前 - 包括剛剛HOOP也提到李瓜熄火之外 - 其實之前首都隊也是連敗了三場 - 對 - 對 那當然我們之前有開玩笑說是這個 - 有一個柯P魔咒 - 但是我講應該不是這個關係 - 我問一下柯拉托 - 你覺得是哪個部分的調整 - 今天我看你台北打台中 - 第一場領館打得非常快 - 但是月台跟櫻花打得算是不疾不許 - 所以今天在戰術上面的安排 - 你是做什麼樣子的一個的戰術 - 恩...那Q連敗 - 我覺得他們的槍法有一些熄火了 - 那Q贏台中對新北LQ - 都有一些槍法的表現 - 就像今天也一樣 - 然後 - 談到剛剛李瓜 - 最近熄火的表現 - 我覺得因為他第一季以往去打箭頭 - 可以任意的讓他去 - 想要往他裡去開槍就去開槍 - 可是我第二季把他 - 把他的定位 - 把他定位為斷後的那種角色 - 讓他去 - 他可以幫我們打下很多漂亮的回合 - 讓李瓜來收拾殘局 - 是 是 - 所以其實 - 我想記得李瓜之前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- 也有提到說他希望這季可以當作殘局終結者 - 對 - 那我們再次的恭喜台北首都隊 - 女子隊今天的表現可以算是相當的亮眼 - 再次恭喜柯拉托 - 還有李瓜選手 -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 - 為我們發揮台北首都隊強大的一個戰力 - 謝謝你們 - 那今天的一個直落山的一個比分 - 我們可以看到 - 哇 這邊還在檢討 - 原本想要去 - 原本從這個台中上來 - 要去吃士林夜市的心情都沒有了 - 對 - 還是要好好的加油一下 - 對 - 其實我覺得 - 臨晚危機的 - 就第一張地圖啦 - 很關鍵的一個 - 就是被逆轉 - 這個氣勢 - 對 - 而且在那個被逆轉 - 被追上來的時候沒有喊個戰隊 - 對 - 滿可惜的 - 所以說我說我擔任教練的話 - 這時候我一定會適時的喊出戰隊 - 安撫一下選手的情緒 - 都聽牌了餒 - 對不對 - 太可惜了 - 連掉三分 - 因為你可以看到前三張圖 - 台北都獲勝嘛 - 但是就是8比7 8比6 8比6 - 你看得出來 - 閃電郎其實是稍微再往下掉 - 越難越少 - 當然一部分也是因為最後一張圖櫻花 - 本來守住隊就是很強 - 沒錯 - 我想閃電郎真的是要緩住緩一下 - 因為真的是畢竟跟上一季一樣的陣容 - 理論上這個就對這隊教練來說 - 這是黃金陣容 - 沒錯 - 不需要改動 - 但是看得出來在開場 - 遇到其他隊強勢的碰撞 - 真的是受到了一些挑戰 - 希望閃電郎在下週 - 能夠為我們帶來更好的一個表現 - 當然守住隊是希望他們維持下去 - 在今次比賽結束之後呢 - 今天也算暴冷冷 - 因為沒有想到守住隊會打這麼好 - 我差一點點 - 我也差一點點 - 我昨天是不是有跟你講 - 你跟九妹一樣 差一樣 - 是是這樣嗎 - 這樣子就被...對不對 - 好痛苦啊 - 對啊 以後九妹還是先告訴我們 - 你猜什麼 - 盡量避開 - 展明剛有提醒我這一點 - 我要避開 - 我跟你講 - 下一週不同啊 - 下禮拜是我們三個都不一樣 - 比拼實力的時刻就來了 - 好不好 - 好不好 - 好啦 我們今天的轉播到這邊高一個段落 - 這個禮拜的賽事也高一個段落 - 再次的感謝我們專業的賽民HOOP教練 - 謝謝 - 也謝謝我們的來賓展明哥 - 謝謝 - 我是主播九妹 - 請大家下禮拜四同一時間請繼續晚上收看 - 我們的SF2直接電競聯賽的比賽 - 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- 晚安 拜拜 - 拜拜 - 拜拜 - 拜拜